这种的调整 它不是完全的放任不管 而是更加的科学 要更加的精准 更加的使我们的资源 放到最重要的 这个防空任务和就职任务上来 所以这次的调整 说快的问题 慢的问题 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 我们认为 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 是科学的 也是依法的 也是符合中国的防空时机的 2020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是在 密切地判断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是病原体疾病 我们对它的认识 第二个是看我们人群的免疫水平 和卫生健康系统的抵抗能力 那么第三个方面 我们考虑的是 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所以从2020年的 第一版到第九版 到20条的优化措施 到新十条 到1月8号的 一类甲管 变成一类仪管 无不体现了 我们是对这三种因素的 平衡的结果